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7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隨著俄烏戰爭引爆的糧食危機 中共政府在全球搶糧人盡皆知 然而聯合國卻難以追蹤中共搶走大量糧食的真實情況 近日有外媒披露 聯合國檢查組指責 糧農組織管理層在針對調查中共政府 全球惡意搶糧的問題上有違規行為 前中共農業部副部長 現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 屈東玉更企圖掩蓋這個事件 隱瞞各國 並私自取消了聯合國對農糧管理層的 道立審查 甚至將調查推遲到2024年 事件曝光之後引發外界關注 據美媒Political披露 聯合國檢查組近期著手審查 糧食及農業組織管理層人士問題 調查發現2019年時任中共農業部副部長屈東玉 在當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改選當中取得總幹事一職 原本四年一任的總幹事職務2023年到期 同年7月舉行新領導人選舉 不料 屈東玉被發現 擅自在2021年取消了聯合國檢查組 對梁農組織管理層的獨立審查 並將獨立審查推遲到2024年春季 而到時他可能贏得連任 再任職四年 不過 屈東玉就否認是自己作出延遲審查的決定 並說只是希望檢查組另找時間 對此 法國駐梁農組織大使 於已根深砲轟梁農組織總幹事屈東玉 推遲審查的這個行為前所未見 並敦促梁農組織總幹事屈東玉 尊重國際檢查組的正當程序 以及改善整個聯合國的系統治理 問責制 以及透明度等問題 而對於原中共農業部副部長屈東玉 一名中國共產黨的高官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一把手 當時亦都曾飽受外界質疑 法國《世界報》曾表示 中共農業副部長屈東玉 在國際上鮮為人知 然而他的當選突顯了糧食問題對北京當局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中共政府正在全世界進口越來越多農產品 至於屈東玉如何輕鬆當選這個職位 法國《世界報》表示中共政府被指控向非洲國家 和南美國加施加壓力 以便讓屈東玉能夠往得更多選票 還有消息披露 當時北京當局為赫麥龍取消了7800萬美元債務 以便讓赫麥龍的候選人退選 對此外界感到擔憂 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官表示 未來需要對這位有中共背景的總幹事屈東玉的政策方向提出疑問 要關注他是否會直接聽命於北京當局 還是會捍衛國際規則 台海局勢持續受到國際關注 美國國防部官員15日表示 中共從烏克蘭事件應該學到四大教訓 可能讓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更加謹慎行動 美國自副新美國安全中心自6月14日起 舉行為期三日的2022年度國家安全會議 多場會議主題都圍繞著中共和俄羅斯 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議員史密斯表示 中共和俄羅斯非常專注於打破美國和盟友 合作夥伴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基本上就是將對美國有害的事視為對中俄有利 美國的國防戰略必須將中俄的挑戰放在一起看 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謝麗爾表示 中共向來慣於政代時機 將其意志強加於人 但他希望中共從烏克蘭事件學到 採取軍事行動的風險太大成本太高 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防政策的官員卡爾就認為 中共可能在烏克蘭事件中學到四大教訓 首先北京可能對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情報準確性感到震驚 而北京就在評估俄烏情勢上出現失誤 其次雖然俄國展開資訊宣傳戰 但民主世界的資訊公開模式有能力對抗 第三從俄國的例子看到 並非花大錢投資軍備 就能夠確實轉化為實際戰力 第四俄烏戰爭爆發後 引發全球規模對俄國的共同制裁 卡爾認為 以上四點都可能讓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更加謹慎行動 德國總理索爾茨6月16日表示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已經接受邀請 將會出席星期四在巴弗利亞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 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四國領導人 星期四訪問烏克蘭首都基庫 索爾茨在與其他三個國家領袖一起 與扎蓮斯基會談時宣布這個消息 德國總理還在推特上說 感謝扎蓮斯基接受我的邀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 該峰會將會在6月26日至28日 在德國巴弗利亞埃爾瑪南部的城堡群中舉行 但索爾茨的推文沒有說明 扎蓮斯基是否會前往巴弗利亞 他自2月24日俄羅斯入侵開始以來 一直沒有離開烏克蘭 都是通過視像發表會議發言 烏克蘭總統在推特上確認 我已經心存感激地接受了我們的合作夥伴的邀請 參加這個重大的國際活動 扎蓮斯基將會參加在德國舉行的七國集團 隨後還會參加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 扎蓮斯基受到北約秘書長 斯托爾·蒲貝格的邀請 歐盟27國將會在6月23至24日的峰會上決定 是否給予烏克蘭正式的候選國地位 作為可能持續數年的談判進程的第一步 歐盟委員會將會在星期五對此提出建議 扎蓮斯基在16日的會後呼籲 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 並對俄羅斯斯加更嚴厲的制裁 他說獲得了每位領袖的支持 德國也不例外 我今天感受到索爾茨的支持 我很高興 俄國入侵烏克蘭等同攻擊全歐洲 烏克蘭收到西方越多武器 就能夠越快解放被佔領的土地 全球首富馬斯克6月16日與Twitter員工直接對話 在Twitter440億美元的收購計劃還未完成之際 馬斯克的這個舉動並不尋常 巴克斯特國際前行政總裁 西北大學海洛格管理學院教授哈里克雷默 告知美聯社根據他的經驗 對於一個沒有完成購買該公司的人來說 與他希望購買公司的現有員工對話 是非常不尋常的 幾乎是奇怪的 這次活動不對公眾公開 根據彭博社報導消息人士說 Twitter員工被邀請提前向馬斯克 和公司管理層提交問題 一夜之間員工提交了大量問題 關於馬斯克為什麼要收購Twitter的問題 馬斯克解釋說他喜歡這個平台 這就是他表達自己的方式 Twitter用戶應該能夠說出非常離譜的事情 只要這些事情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 他補充說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極度自由 對於Twitter員工最關心的在家工作政策的問題 馬斯克說如果員工在工作當中表現出色 他們仍然有可能遠程高效工作 馬斯克還談到獎勵問題 他表示作為一家私營公司 Twitter的薪酬結構將會和馬斯克擔任CEO的 另一家私營公司SpaceX類似 有股票和期權獎勵 每六個月會有一次流動業務調節窗口 馬斯克還討論了裁員的想法 他說收入應該高於成本 並建議裁員將根據職效評估進行 公司需要變得健康 馬斯克還對Twitter提出達到10億用戶的目標 他表示訂閱和廣告是Twitter收入的關鍵 這兩種模式都讓他更為關注機械人帳號問題 他的目標之一是讓Twitter平台變得昂貴 所以機械人軍隊不可行 當被問到自己的政治立場時 馬斯克說他支持溫和的政治 他非常接近中間派 馬斯克被問及他是否會擔任Twitter行政總裁 他說他並沒有放棄這個角色 但他的首要任務是推動產品改進 如果你想成為行政總裁 會有很多工作 他並不真正關心投行是什麼 但員工確實需要聽他的話 他確實想將產品推向特定的方向 近日傳出台灣《蘋果新聞網》 由香港商人王浩 和17Live共同創辦人潘傑然共同收購 外界而內港府黑手借此身入台灣傳媒 有專家呼籲台灣政府嚴查 台灣國安單位指出 王浩派其分身《香港都市日報》社長李永康 以香港《蘋果》《台灣分公司》顧問身份來台 進入台灣《蘋果》主導結清和大量解僱員工 形同變相執行港版《國安法》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班名夫》 對《希望之聲》表示 《蘋果日報》是一個支持民主的報紙 其資料裡有很多台灣政治、外交、 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數據和資料 而且還有一些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治人物的數據 這些數據都是中共非常想要的 《蘋果日報》如果被一個有可能是中資的人購買的話 我覺得是台灣的一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一定要非常嚴格的把關才可以 台灣陸委會強調 台灣《蘋果新聞網》是港資在台分公司 其經營權之變更必須遵守台灣法規 並表示對於各界種種疑慮 相關方面也應該有所說明 政府相關部門也會採取必要的作為 避免國家安全及國人利益受到傷害 資深時事評論員桑普回應《希望之聲》說 台灣政府今次做得好 必須阻斷中國勢力派人居留台灣 清理台灣《蘋果》分公司 他還呼籲立即搜索扣押其通訊工具 防範個人資料、商業資料、受訪者和訂閱者資料外洩 此番名夫指出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的大環境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加上中美開啟新冷戰 台灣應該及時修改對於港資或外資的規定 使其更加符合現在的國際形勢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拍賞 一首 인터� 1800 斷 晃